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红帆区帮助成龙成功打入北美市场 两部警察故事又把成龙打造成了卓别林版的007 从90年代到新世纪 整个市场大环境的变化 直接导致他们俩进入了合作的第二阶段 他们开始脱离香港电影一贯平民化的试点 尝试开始讲格局更宏大的故事 于是就有了成龙电影中非常少见的奇幻古装片神话 演惯了警察的成龙 这次演了一个考古专家 之后他在《十二生肖》《功夫瑜伽》里的角色 也和这个角色很相像 不仅角色身份有了变化 成龙也从单打独斗变成了团队作战 故事中历史冒险元素越来越多 特效大幅增加 电影也更加华丽宏大 轻松明快 何家欢 在两个人漫长的合作中 为什么能够推出一部又一部成功的电影 总结起来就是五大制胜法宝 《警察故事》系列是成龙的招牌作品 前两部的时候 这个系列的故事还主要发生在香港 唐基里加入以后开始走向国际 于是我们在《警察故事3》里 看到了90年代的大陆和吉隆坡 到了第四部 成龙更是先后辗转香港 乌克兰和澳大利亚 颇有007满世界办案的威风 红帆区全程在纽约拍摄 神话出色印度 到了功夫瑜伽 不仅将印度作为了故事的主要发生地 还去了冰岛和迪拜 《十二生肖》里 法国 澳大利亚 拉脱维亚的风光 也都在片中先后出现 这样的文化碰撞 不仅给故事带来了更丰富的戏剧冲突 也给观众带来了更多的抑郁感官体验 这些电影里 成龙扮演的角色基本就两个名字 当警察的时候叫陈家鞠 要考古的时候叫杰克 角色有两个 但实际上成龙都是在演自己 一个一次又一次以凡人的身份 惩恶扬善的英雄 常言道 英雄就美 既然英雄有了 美人也不会缺席 这个美人是警察故事三里的张曼玉 红番区里的梅艳芳和叶芳华 警察故事四里的吴晨军 神话里的金喜善 总有至少一个红颜知己 等着成龙去解救 但英雄也有需要美人帮助的时候 警察故事三里杨子琼 就是一个和成龙男女搭配的打女角色 这样的角色在成龙后期的电影里 越来越多 比如《十二生肖》里的张兰心 《功夫于家》里的《印度公主》 《极先锋》里的母妻米娅 这几部电影的时间有长有短 故事却是相当简单粗暴 除了神话有现代和古代两个故事线 其他几部都是一条线讲到底 不仅主线清晰 正邪之间更是一目了然 不管成龙想干什么 暗地里都有一个大boss在搞阴谋 前三部的坏人是谋财害命的黑社会 后三部的坏人就是要抢宝藏的不法分子 这么做的好处很明显 电影节奏很快 毫不拖泥带水 一切都为了成龙的形象和身手服务 故事和人物简单化 就可以把主要经历放在电影的动作设计上 这也是成龙电影的重心所在 两部警察故事里 成龙多次以身视险 徒手吊直升机 在火车上以少敌多 趴着滑板下雪山 穿着单衣跳冰湖 开着跑车冲向游艇 在红帆区里 从楼顶跳到隔壁楼阳台 是一个经典的场景 还有徒手抓绳子在海面上滑行 除了成龙以外 这些电影的很多场面设计也同样精彩 比如红帆区里 用拖车拆毁一家超市 把气垫船开到市区横冲直撞 直接从人和车上压过去 警察故事三连 杨子琼更是骑着摩托冲上了火车 这些戏份全部都是实拍完成的 甚至没用替身 也正是这些精妙又危险的动作设计 给我们带来了任何特效 也没法超越的视觉奇观 看到我们心惊肉跳 又欲罢不能 成龙电影的打斗段落 之所以让人回味无穷 除了得益于它出了名的不要命 也是因为这些打斗设计里 还加入了大量的喜剧元素 虽然是警察 但成龙几乎没有带过枪 这就迫使他得发挥想象力 以究竟原则 利用身边的一切道具作为武器 比如汽车天线 一把凳子 一个头盔 一把梯子 一辆购物车等等 如果这些道具都没有的话 他就在梯子和购物车中间 像泥球一样钻来钻去 后有追兵的时候 他还能从汽车窗户 钻进车内 两腿在外岔开 任由一辆摩托车 从两腿间穿过 惊险又搞笑 这种设计 是对有限空间的精巧表现 也是对日常事物的创造性利用 既惊险刺激 还逗趣好玩 同时满足了观众 猎奇和解压 两方面的心理需求 这也是成龙动作喜剧的魅力所在 成龙电影的核心 总是他自己 因此相比其他合作过的导演 唐记里的优势在于 他不像王晶那样 三俗无理头 也不像红金宝那样 喜欢组团耍宝 他和成龙配合默契 能够帮助成龙 将自己的个人特质 不断放大和强化 成龙和唐记里合作的七部电影 一以观之地满足了观众 渴望惩奸除恶的英雄情节 通过前后作品的对比 不难看出 他们在逐渐降低暴力的比重 加入了更多的科技元素 和探险情节 最终把成龙打造成了 一个卓别林 007和印第安娜琼斯的混合体 电影的主题 也从个人英雄主义 转变成了家国情怀和民族大义 看穿电影独家解读 电影不只是故事 我们一起看穿电影